这个颜色的高铁大家喜欢吗 我的家乡西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铁再次传来一则重磅消息 这次中国复兴号高铁蓝仓号已经进入老挝 央制着中老高铁正式开通 对于这则消息 越南网友则发了感叹 作为越南的临近国家 老挝的基础设施十分落后 在与中国合作前 当地甚至连相要的铁路都没有 然而如今却迎来分天地赋的变化 但是越南和日本的铁路项目到现在却还没有动静 因此越南连肠子都毁清了 对于老挝高铁项路的通车 也有网友提问 20年后老挝是否将成为发达国家 基础设施建设在经济发展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因此老挝想要发展 就需要先打好基础建设的底子 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包括铁路、公路、电网、桥梁等 中老铁路的建成 一方面将会极大的带动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也会为中国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由昆明段、玉魔段、魔万段组成 虽然铁路工程量只有1000多公里 然而这条铁路线的建设却困难重重 因为修建铁路沿途到处都是红段山脉 原始森林和地震区 因此工程团队采用风山开路、浴水搭桥的方式 遇到山脉就打通隧道 遇到大面积森林或河流就使用下桥 并且受当地地震板块的影响 被这些铁路建筑进行了结构加固 最终形成了桥碎比高达87% 铁路全线4分以上的长度 都是由桥梁和隧道组成的极特景象 老挝与中国有着长期密切的贸易往来 然而作为一个典型的内陆国家 国内又有着茂密的原始森林 因此缺乏铁路网线的老挝 货物运输成本一直居高不下 所以中老铁路建成后 对老挝的一个好处就是降低货物运输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 其次中国游客可以乘坐这条铁路前往老挝进行旅游 也可以增加老挝的旅游收入 另外 老挝作为矿产资源发达的国家 铁路的建成可以将更多矿产资源输入中国 因此中老高铁对于两国是互利共银的项目 与中老铁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越南铁路项目 早在2010年 连红中国高铁发展迅猛的越南 也想在高铁建设上取得成就 因此决定搭乘日本的顺风车 想要借助日本基本力量和技术积累 建成属于自己的高铁网线 最终在日本的各种银枪手段下 越南先旗热狂的与日本签订了全长1570公里的铁路建设合同 决定修建一条从首都河内 冲往胡志明市的铁路线 猎人大便演进的是 如今已经2021年 然而日本将这条铁路项目一拖再拖 在今年第四季度 日本终于敲定工期在2045年 比原计划整整推迟15年 如今中国复兴号高铁驶入老挝 正式开始投入运营的铁路线 怎么能让越南不眼红 从来说 越南强头草的行为让自己吃下了苦果 当初如果越南选择中国来建设 也不会造成如今尴尬的局面 让长期落后于自己的老挝 在铁路建设上超越自己 借助这条铁路线起到的强大经济效用 相信老挝在未来 一定会震撼